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每次这样子施恩在我们的身上 借着每一次的题目和操练 你都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 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会听到 但是却不会行到的人 主 在这么多重要的真理上 我们都承认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 或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我们还是有许多不知道的 主啊 来帮助我们 不仅仅扩大我们真理的认识 更是让我们能够道成肉身 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了不让大家以为 我们又是在上真道造就 我们说过这一个阶段 前面大的主题是什么 被改变的关系 对不对 我想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耶稣 跟随耶稣以后被他改变 跟随耶稣以后 我们这个人 不光生命被改变了 我们跟他的关系要被改变 这两个被改变以后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侍奉 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 整个人生的结局都会改变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是在讲 被改变的关系 你们可能会觉得 波饼聚会跟被改变的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有很重要的关系 因为在北美我所认识的教会里面 绝大部分的教会 除非是类似背景的教会 其他的教会基本上礼拜天 大概就是一个月才有一次的 所谓守圣餐 波饼聚会 一个月的一次的聚会 基本上也都是牧师或是传道人 为饼杯祝谢 然后就分派给弟兄姊妹 没有我们公开的祷告 没有自由的典师 没有每个礼拜都进行 这个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大家 弟兄姊妹注意到的 不是一个做法的改变 做法的不同 而是能够摸着我们 为什么这么看重波饼聚会 所以我这次不光 把波饼聚会放在 ND的这一个阶段 讲到被改变的关系 而且我特别把它分两次来讲 今天的这一次 比较重在真理的教导 下一次就重在 我们真正在实行上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子来操练 为什么这个题目 我需要把它讲两次 这么去看重它呢 因为波饼聚会 在中国叫白饼聚会 台湾国语叫波饼聚会 是不是 你们在中国是不是叫白饼聚会 白跟波都一样 就是李弟兄你练一遍给我们听 大声讲 你听 不够大声 大声一点 拍饼聚会 拍饼 OK 就白饼聚会 那我们这里叫波饼聚会 国豪对不对 我们都叫波饼聚会 他们叫白饼 两个字还是不太一样 那波饼聚会 白饼聚会 是我们这个教会 其实我们多年以来 一直想要 让弟兄姊妹 看重它的 甚至可以看重到一个地步 希望这个聚会成为我们 个人所有参加聚会里面 最重要的聚会 所以我很多年以前 我就这样跟弟兄姊妹讲 如果在哪一个阶段 或是哪一个主日 那天你只能够参加一堂的聚会 因为你有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应该 用别的事情来霸占主日 但是那一天 不管你是身体的缘故 或是因为任何的原因 你那天如果只能够参加 一个聚会的话 我就宁可希望你参加波饼聚会 而不要听主日信息 因为我觉得波饼聚会 比主日信息更重要 波饼聚会是讲到 我们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难道这位爱我们的主 为我们留学舍命 把他的整个命 都给我们的主面前 单独来面对他 来亲近他 来谢谢他 来赞美他 所以这个聚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我们把白饼聚会 把波饼聚会 放在主日的第一个聚会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 一个礼拜的开始 主日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对不对 我们希望在主复活的日子 在我们一个礼拜 开始新的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聚会 就是在主桌子面前开始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 所以我们早期 在刚开工的时候 曾经把白饼聚会 放在讲台之后 后来我们觉得 把它放到前面来更好 因为放在讲台之后的话 可能很多的白饼的祷告 就变成信息回馈的祷告了 而不是把注意力 只放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我今天信息的得着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希望弟兄姐妹能够 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读一点点的圣经 好不好 因为这一段比较重要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就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 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你们发现 试炼的火逐渐加征 要背的经文越来越长了 你会发现你们的脑子 已经开始转了 没有生锈 特别我很受刺激 发现德雄每次一背 背一大段 在后的在前 比我年轻的 现在都在拼命背圣经 我再不加油要输了 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都要背 我们一起念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我在纲要上已经把 主要出现的经文 其实我都在后面放了 所以其他经文我现在不读 并不代表不重要 我等一下讲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起来读 我们今天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波饼聚会 到底为什么主要四例 波饼聚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聚会 我们为什么把它这么看重 觉得这么特别的一个聚会 你要知道很多的人 因为没有机会被波饼 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痛苦 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很多的人为了持守有波饼聚会 曾经在天主教的时代 曾经受过很大的逼迫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波饼 我们有的时候太轻看它 我也很希望今天我们读完了以后 在我们里面 我们对白饼聚会 对波饼聚会 有一个新的重视 我们也不需要一再讲到 弟兄姊妹要准时了 你一定会非常准时的 因为知道这个聚会时代很重要 我们连参加地上的葬礼 在美国婚礼葬礼都不可以迟到的 那么在中国婚礼 我不晓得现在的中国怎样 我们台湾参加婚宴 因为婚礼跟婚宴常常是在一起的 你太早去 人家会笑你 觉得你饿肚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跑来的 所以总会给他迟到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是不是 对啊 你太早去 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大概饿坏了 一大早就跑来 你坐在那边就白坐 磕个瓜子等大家的 所以越有身份的人越迟到 在美国不是这样 这两个东西你都不可以迟到的 婚礼跟葬礼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表示你看重 今天我们来参加薄饼聚会 倒不是说那么悲哀地来参加葬礼 这也不是 我们是为了来纪念主 所以这个聚会有几个特点 我想我们今天先看 下个礼拜不是回馈 下个礼拜我继续讲 因为我把两个讲完以后 第三个礼拜大家一起回馈 因为我们操练每个礼拜都在操练了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我一口气把它讲完 我在这里提到五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聚会是纪念主的聚会 这是主耶稣临别之前特别的要求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读了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那么在释福音里面 这个马太 马可 路加 也都记载在主耶稣被卖的时候 他被卖的那一页 所以被称为最后的晚餐 然后主耶稣设立了薄饼的聚会 而在这个聚会里面 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什么 纪念我 所以你就晓得这个聚会的目的 就是纪念主 主耶稣自己是整个聚会 唯一的中心和主题 当然借着他我们来敬拜父 他通通都是以基督为主题 所以在这个聚会里面 我们不为人事物代求 知道吗 这个聚会跟一般的祷告聚会不一样 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 不为任何人 不为任何事 不为任何的东西求 不会说因为教会最近财务有缺欠 说主耶稣纪念教会的需要 或是谁最近生病 主耶稣要求你纪念谁 那我们的重点都不在待求 我们的集中的注意力是在纪念主 那不是说不要为别人求 你可以在聚会之后为别人求 你可以在别的时候为别人求 你可以要常常祷告 不住地祷告为别人求 但是波炳聚会 特别的注意力是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聚会的设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纪念主 所以如果在你临终之前 要离开你所爱的 你最后的谈话 会谈什么 或者你最后的谈话 它基本的性质会是什么 决定跟爱发生关系 对不对 你不会走以前在那里 你说哎呀我真是后悔遗憾 我这一辈子就是只拿了个Master 没有拿到PhD 真是懊悔啊 儿子啊你一定要给我读个PhD 而且Postdoc 你对儿子的交代不会是这样 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住到Los Gatos 不是Los Atos 儿子你将来一定要在那里住 要帮我造个亭子 你不会去讲这些东西的 你一定是在爱里面的叮咛 嘱咐 或者在爱里面觉得亏欠 我真的亏欠了你们 这辈子花太多的时间 在我的事业上忽略了你们 你一定是在爱里面的叮咛 主耶稣在这里临走之前 这是他的一个叮咛 我们以为说 主设立这个目的是叫我们纪念他 其实你从弟兄姊妹的薄饼祷告里面 你常常已经早就知道答案了 主啊不是我们纪念你 是你纪念我们 对不对 你叫我们纪念你 其实你是纪念了我们 你等一下读完你就晓得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祷告 因为波饼聚会好像是全心在满足神 但全心在满足主 当你整个聚会真是朝你去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跟着满足了 真的 主得到了满足我们就一定满足 主得到了喜乐我们就一定喜乐 这次波饼聚会是特别纪念主 主是主特别设立的而且目的是特别为了纪念主 主是唯一的中心唯一的目的主题 第二个 这个聚会是在爱中享受主的聚会 不光是纪念主也是享受主 在这里提到了有三件标记之物 我们一般在讲主日学课程一般就是讲两个 一个饼一个杯 这个饼跟葡萄汁 一般就是这样讲 我特别把它列了三个 我不是说要在这里标新立意 我只是因为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 三件事情都被提到 所以我们只是把它提出来 当作一个参考 这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 而是圣经的记载既然是这样 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 三个标记之物 第一个饼 讲到主的身体 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 饭后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剥开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主耶稣直接讲的 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这个饼 是一个表号 表明这是主的身体 为我们舍的 接下来 芝子 葡萄芝是讲到主的宝血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使罪得赦 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主耶稣说的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杯里面的这个芝子 是在这里做一个symbol 它在这里表明 在这里表明 是主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那么天主教后来是把这个东西 把它灵异化 就是被祝福过之后 这个饼 就是耶稣的肉 这个杯 就是耶稣的血 这个是在我们正统基督教里面 我们不接受的 因为这是一个标记之物 只是表明是 它并不是真的是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意思 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了 耶稣现在的身体 在父的宝座前 祂带着祂完整的身体在那里 这是表明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裂开来 基督的血 为我们流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纪念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很感动 主的血为我们流 主的身体为我们剥 所以你不需要那样子的 超自然的进到那个境界 说我现在就在吃主的肉 我现在就在喝主的血 这是天主教把它过度的灵异化了 这是基督教跟天主教 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三个为什么讲到杯呢 因为在路加福音跟哥林多前书 路加福音是主耶稣讲的 哥林多前书是保罗讲的 保罗没有肉身上跟过耶稣 但是保罗在写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 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缘 是从主所领受的 换句话说是圣灵启示他的 那么他们 耶稣自己也好 或者保罗也好 他在这里讲到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 所以接下来说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所以这句话里面讲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讲到 这个杯是用血所立的新约 重点是在讲新约 是借着血所立的新约 借着讲这个枝子 是我为你们所流出来的血 所以我为什么说 把它多加一个 杯是用主所立的新约 这三件事情其实都很重要 这三件事情也影响到了 为什么我们在为丙杯祝谢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一个杯 因为基督只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 没有跟每一个人分别立约 我跟你立一个约 跟他立一个约 整个新约就是一个约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一个饼 为了一个杯祝福 祝福完以后 有的教会就是用一个杯传 有的教会分成小杯开始传 我们中间是用瓢羹开始传 但是我们希望 仍然是为了一个杯来祝福 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一下子把它改成小杯 因为我个人还有一些同工们 我们其实为了丙杯的事情 寻求了大概将近快十年 我们从开宫开始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那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个杯传 因为人比较少 我们就是祝谢完 就是同一个杯大家领用了 领用了很多年以后 有些人开始多了 有些人也有一些的concern了 那么我们为了要不要改用瓢羹 大家祷告了很久 因为丙杯其实本身是见证合一 如果今天我们在拨饼的里面 大家用一个杯 结果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感觉 结果产生了很多人不敢来拨饼聚会 产生了很多软弱的人 一些人自己觉得说 我不敢给你们喝一个杯 那么有些人就觉得 主的杯祝福过了 为什么不能够喝呢 不可能有细菌的 不可能有传染病的 所以就觉得照喝没有关系 但是有些人又说 我们对主的杯绝对没问题 对主的血绝对没问题 问题是杯子上那么多的口红 那么多的口水 那个不是从主来的 我为什么要平心心 去接受它的口水跟口红呢 所以大家就会有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就把最重要的东西 给弄掉了 就像圣经上说的 你把蒙虫给滤出来 把骆驼给吞下去 薄饼聚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纪念主 薄饼聚会最重要的是见证一 结果大家都在这里为着实情的方法 到底是小杯呢 到底是瓢根呢 到底是什么呢 炒得分裂 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教会分裂 为了饼杯的事情 我是觉得我很感谢主 我们的同工们都很认真 我们祷告了几乎快十年 我们才有改变 改变以后主也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gradually改 刚开始的时候心是这样 然后慢慢这样 慢慢这样 到我们今天这样 将来我们到了一千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 一个大杯祝福完真的需要 赶快改成小杯 不然来不及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就希望在基督的平安里面往前跨 而不是在仁义的要求 妥协底下我们随便改 我非常宝贝一个杯 原谅我说 今天如果还是传一个杯 我会高兴得不得了 那个一杯在握的那种荣耀的感觉 你们爱喝酒的人 你们不要误会 什么一杯在握的感觉 这个一杯在握是不一样的 你握着这个杯 是握着新约 所有的祝福你知道吗 整个新约的祝福 用血所力的新约 所有神在新约里面的应许和祝福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都是阿门 都是我们的 荣耀的祝福 荣耀的应许 荣耀的救恩 荣耀的前途 统统都在这个杯的里面 所以当一杯在握的时候 哎呀 主啊 我吃得了什么 借着你的血 借着你的救赎 我有份于新约伟大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提到 这是一个享受主的聚会 Amazing Grace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主 吃主 喝主 所以接下来 在爱中享受主的聚会 我讲到第二个 讲到联合是最高的境界 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53节到56节 我再录了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 不光主是叫我们纪念他的死 他要叫我们吃他 喝他 与他联合 那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联合呢 吃他 喝他不就要联合了吗 更何况在这里讲 主耶稣说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其实这句话就是联合 最好 最高 最贴切的描述 什么叫做我在他里面 他又在我里面 那就是联合嘛 不然你怎么做得到 你说我能够跑到静号里面 静号又跑到我里面吗 不可能的是 只能一个 我跑到他里面 他食人足 他把贝尔人把我吃了 对不对 不可能我又在他里面 他又在我里面 这就是联合 李抱枕 你龙我龙 你离中有我离 我离中有你 对不对 这是联合 这是把它已经mix mingle在一起了 那我们跟基督 根本就是恶灵成为一灵 恶人成为一个 我们与主是完全地联合 所以主说 你必须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你才可能有永生 而且吃我的肉 喝我血的人 我在他里面 他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 每一次吃主喝主 为什么我们 我们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荣耀的事情 在这里把主一切所有的 不光是祂的祝福给我们 根本就是祂自己给了我们 祂把祂自己给我们 那就比你听任何一篇道德重要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波饼聚会 我们说主日早上 能够来参加波饼聚会 比听道还重要 如果我们真在信心里面 进入波饼聚会的意义的话 你就晓得这个聚会 打过任何的聚会 你直接享受主 直接来到主面前 直接在这里向祂发表 你对祂的感恩 直接在这里享受祂自己 第三个 他在这里是讲到 是陈列主的死 的一个聚会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祂来 这个表明 英文圣经大部分的翻译 都是proclaim 你在这里宣告 在这里表明 祂为我们死 这是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宣告 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在这个字 也有另外一个意义 叫做陈列 陈名 叫做display 把它给摆出来 放在这里 你要知道 这个一个人 当他的血 跟他的身体 是分开来的时候 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死了 对不对 血跟肉身完全分开来 你就宣判他死了 你proclaim他死了 你在这里 摆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看见 饼跟杯是分开来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在这里 一个事实 一个fact 我们不光proclaim 知道基督死了 为我们死了 而且他在这里 是被摆出来他的死 摆在我们的桌前 所以你不要以为 只是一个标记之物 看到饼跟杯在这里 它背后已经表明了 就是在这里放着的是 耶稣的死 沉迷了他的死 在我们面前 是为我死的 所以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给神看 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所以初埃及记十二章 灭命的使者来 他一见这血就怎么样 越过他 pass over 所以你知道 我们每个主人 来到主人面前 不是我们没有犯罪 其实我们真的 不光是生来就是罪人 我们几乎天天 一不小心就会犯罪 我们犯罪的本性 常常让我们得罪神 常常让我们在主人面前 觉得亏欠 可是当我们每一次 来这里丙被面前的时候 这都是我们每一次 在主人面前 在这里经历 在这里享受 主给我们的宽恕 在这里经历 也在这里见证 主保血的功效 神一见这血 他就pass over 所以我们在讲保血的时候 特别说到血是给神看的 不是给人看的 因为灭命的天使是从外面经过 人躲在房子里面 所以当人在房子里面看不到血 但是灭命的使者经过的时候 他看到门楣上有血 他就pass over 因为公义的要求被满足了 因为有血流出来 所以基督的血 他一次完成 完全永远赎罪的事情 从此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神每次一看到这个血 神就越过了 所以这是成民主的使 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 第二个 在这里摆在这里 也是给撒旦看的 这是一个完全的夸圣 对不起 四篇二十三章 二十三篇第五节讲到什么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我觉得这句话 就是白饼聚会最好的说法 对不对 就是白饼聚会在仇敌面前 摆设宣就是一个夸圣 祂在仇敌面前替我们摆设宴席 仇敌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们 让那些想告我们的哑口无言 因为祂知道圣洁的主 为我们流血舍罪了 有罪的撒旦 背叛的撒旦 怎么敢跟圣洁神儿子的 宝血接触呢 所以当祂看见这个的时候 祂只好退去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在约书雅记 他们进到迦南地 打的第一仗是什么 耶利哥 对不对 那么在打耶利哥之前 他们做了几件事情 我现在没有空讲 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 就在耶利哥的平原 他们吃玉岳节的宴席 你说地上有哪一个国家 当然现在 我不是指现在的 古代 有哪一个国家 还没打仗以前 先吃庆功宴呢 他们根本都还没打 先吃 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 所以他们吃主 喝主 享受主 享受主 一切的祝福 然后他们站在 主所赐的得胜的地位上 他们自取得胜 精力得胜 活出得胜来 所以打仗 我们今天所有属灵的征战 你都离不开 羔羊旧属的根基 一定要回到 玉岳节的根基 所以今天早上唱的诗歌 基督磐石 我所吻踏 其他地位都是流沙 我们能够在仇敌面前 站立得住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的热心 不是因为我们的才干 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完全是因为羔羊的宝血 今天我们能够侍奉 我为什么每次会前祷告 我常常祷告两件事情 我说主啊 愿祢的血遮盖我们 愿祢用圣灵来告我们 血遮盖我们 除去我们所有的失败 犯罪 亏欠 仇敌的控告 圣灵高我们 让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 能够服侍神 能够来服侍神的儿女们 有一首诗歌说 后世高游 先是什么 血 所以你要在受高之前 都需要先解禁 我们侍奉之前 来到丙被面前 其实是最好的事情 在这里 神在仇敌面前 为我们摆设宴席 第三个给圣徒看 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 当饼杯分开来摆在这 就表明一件事情 身体跟血分开来 是基督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这边向我们显明 对不对 为一人死或许有做的 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 一个是少有的 一个是有敢做的 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要把神的爱表明给我们看 所以当我们看到死的时候 就知道神的爱 第二个是要效法主的死 这是在歌连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这里讲的 表明了主的死 也要叫我们来效法他的死 基督怎样为我们死 我们也愿意怎样为主而活 要效法他 第四个 讲到是与众圣徒相交 然后见证合一的聚会 这里我们提到 同龄一个饼 同龄一个杯 同属一位主 同为一体 同龄一饼 同龄一杯 同属一主 同为一体 我们看歌连多前书十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人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所以在这里先看见 人虽多 人是一个饼 人虽多 同一个Christ 同一位Christ 同一位基督 同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 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分裂 很多人分裂 就是我另外开始一个 薄饼聚会 除非是教会开工 除非是教会 因为特别的原因 我们打发人出去 他们剥饼 不然的话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剥同一个饼 这里是讲到同领 同领一个饼 讲到同一位主 第二个 当我们在这里 讲到饼的时候 你知道饼的做成 是什么做成的 面粉 面粉是怎么出来的 麦子 麦子要磨碎了 对不对 所有的壳子都除掉了 麦子磨碎了 磨成了粉 然后做成面 所以在磨的这个过程里面 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 怎么样 除掉我们个人 舍己的一个过程 这个叫做不再有自己的 identity 你不可能 每一个麦子都还维持着 自己的形象 然后要成为合一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代的年轻人 我们为什么觉得 服侍下一代很难 因为他们非常非常追求 self identity 自我的肯定 我特殊的价值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 你要让大家过合一的生活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剥一个饼的时候 就是见证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都放下自己 我们不再有自己的要求 不再有自己的兴趣 不再有自己的坚持 不再有自己的看法 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一 We are just one 所以为什么在剥饼的时候 如果你跟弟兄姊妹 有不合一的事情 你心里面恨恶弟兄过不去 我们看过那么多见证 很多弟兄姊妹那天 就不敢剥饼 因为他觉得他伤害了一 所以以前我看到 年长的弟兄做见证 他们彼此之间 实在很过不去 在丙传道的时候 快要传道之前 心里面过不去 觉得要先跟弟兄道歉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就赶快写个字条 某某弟兄 请原谅我 赦免我对你不符 之类的 就赶快写个字条 然后就往后传给弟兄 我那次听到他们见证 当他真的要传给他的时候 发现后面的弟兄 也正好传给一个字条给他 两个人都被圣灵感动 都觉得我要先跟我的弟兄 说声道歉 然后我再来用饼杯 结果他们两个的手 就这样正好碰在一起 然后换了个字条 一看写的信都是类似的 都是跟对方道歉 我听到我就很感动 这两个年长的弟兄 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感动 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也受到很多的为难 弟兄姊妹 现在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可以给你剥一个饼 我出了门 我在别人面前 我可以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我们不认识饼杯 在基督里面 虽多人是一个饼 不光讲到我们在这里 接受的是同一位基督 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 而且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不可以跟我的弟兄不合 所以每一次在饼杯的面前 我们都应该醒茶 醒茶还不光只是 有没有道德的罪 不光是有没有生活上的失败 醒茶也是醒茶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这里 作义的见证 所以真实的合一一定有十字架 真实的合一一定需要十几 最后在这里提到 它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聚会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 主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到我在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心的那日子 这是为什么被称为最后的晚餐 我不晓得提比利亚海边 是不是最后的早餐 主耶稣那天亲自烤鱼给他们吃 我觉得那个早饭也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的晚餐 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不再喝这个了 只等到我跟你们喝心的日子 你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 就是他有一天要回来接我们 他要带我们到一个更伟大的 在天上一个全新的婚宴里面 让我们在那里享受他 所以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交代 背后就暗示着 叫我们要等候他的回来 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 在经过最荒凉的旷野 在走最疲倦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知道不久以后 主要来接我们 主要带我们到天上去喝 那更好的 所以我常常剥饼的时候 我就讲到主常常是在旷野里面 在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 他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行 不光我们可以上仇敌夸胜 而且借着吃主喝主 让我们力量复原 让我们吃主喝主 在知道主那个不改变的爱 替我们舍己的爱 所以当我们每次吃到主喝主的时候 我是与主联合 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所有的愁苦 所有的软弱 所有的失败 所有的捆绑 都要从我身上脱掉的 因为我在这里 不再是我是在吃主 和他联合的 我不管享受他 我在这里跟他联合的 这波饼句话好不好 好 我们简单复习一下这五个点 第一个是什么聚会 纪念主的聚会 第二个享受主的聚会 第三个是成列主的死的聚会 第四个是见证合一的 跟圣徒相交见证合一的聚会 第五个等候主再来的聚会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们结束 今后拿一本诗歌本给我 在那边 谢谢 我希望我们下个礼拜的 波饼聚会 我们大家都早一点来 我们舍不得不拒 我们唱683首 683首 这首诗歌虽然长 但是很短 每一节都很短 所以我们唱到第三节以后 第四节 第六节 弟兄唱 第五节 第七节 是请姊妹们唱 那么第八节我们再一起唱 好不好 前三节我们一起唱 来 为这这边和这边 为这圣子成将培 为这圣们如与培 祝我们下 compression 主我们感谢他 祝我们感谢你 亦然是久的染病 解此信心却感冥 爱心深深的笑意 主 我们 感谢祢 为着祢 沉重我们 去目遥望祢救恩 借着信心尽的神 主 我们 感谢祢 弟兄们 为着祢 沉重命令 要我纪念祢 心情 何等温柔 何等定 主 我们 感谢祢 为着祢 沉重慈安 因我乡家在天外 心事值得到我来 主 我们 感谢祢 祢 沉重我们 感谢祢 祢 沉重我们 感谢祢 为我随要 为我心 祢 沉重我们 感谢祢 祢 沉重我们 感谢祢 祢 沉重我们 感谢祢 一起来 为着再来的祢 为着那日的金属 为着荣耀和国度 祢 祢 沉重我们 感谢祢 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 有多少弟兄姊妹 你现在还没有养成 剥饼聚会的习惯 我希望至少在今年 好不好跟主立个心愿 每个主日都来 而且准时地来 让我们开始操练 在这个最重要的聚会里面 我们能够进入属灵的时机 我们让我们的感恩 让我们对祂的赞美 对祂的爱 都叫主的心得到安慰 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礼拜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在主的桌子面前开始 这是一个何等有福 何等蒙福的聚会 没有一个人来轻看它 我们一起有点祷告 可不可以请两三位弟兄姊妹 随着感动带领我们 有一些简短的祷告 好不好 阿们 主上是 demon 何等的福 真是故在创世以前 就在基督里面 你的里面 俭取了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无有挂死 满有圣洁 主就说我们谢谢你 借着这个饼碑 我们能够与祢联合 谢谢主 奉主的名 阿们 圣主我们感谢赞美丽 谢谢祢把这样的聚会 设立在我们的中间 祂常常跟着祢 祂所成立的表明 祂表明祢的死 祂来欺行我们 耶稣是何等的爱了我们 阿们 祂来欺行我们 我们也来爱耶稣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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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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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谢谢祢 主啊 谢谢这个剥皮聚会 祂在手里面前 为我们摆设宴行 阿们 主让我们可以与祢的得胜有份 主耶稣是的 谢谢祢为我们使 愿祢留学舍父的爱 常常来祈离我们 主让我们活着 主要能够为祢而活 阿们 主耶稣基督的圣告 阿们 阿们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这个剥皮聚会 也是唯一的 你亲自为我们设计 阿们 主耶稣 主啊 是因为祢爱我们 这是因为祢知道我们的需要 阿们 为此我们求圣灵帮助每一位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记住这个树林的真理 阿们 阿们 让我们接着在祢面前 这样子享受祢的练习 何等的爱 你这位宇宙的主宰 万有的忠心 圣洁的神 居然为我这样子一个渺小败坏 污秽的罪人 曾经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而且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 叫我们吃你喝你与你有完全的联合 主啊 我们为了这样子的一个饼杯的设立 我们感谢你 真是一个何等的爱 何等的智慧 你帮我们立了这样子的聚会 主啊 但愿没有一个儿女亲看这样子的聚集 让我们每个礼拜都预备好了 西安的子民都要等候来赞美你 神的儿女们都要来赞美你 主啊 我们一个礼拜开始就是要开始在你的大爱面前 开始在你全辈的救恩面前 开始在这位我们最爱的主面前 主是的不是我们先纪念你 实在是你先纪念我们 你要求我们纪念你 是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你为我们预备的愿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但愿我们教会的薄饼聚会 能够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满足你的心 越来越吸引我们众人 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在仇敌面前的夸口 也成为教会的见证 我们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